《王阳明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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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上午好 我们从今天开始讲《王阳明新学》 那讲到《王阳明》 我们像孟子讲的一样 我们恐怕还得先了解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人 孟子曾经有一个说法 送其诗 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所以在讲到《王阳明》的时候 总体上的一个评价是 古代人把《王阳明》 称为真三不朽的人物 同学们都会知道 所谓三不朽 那是指立德 立言 立功 那是在《苏生报》最早提出这个观点 《王阳明》 《王阳明》的《王阳明》 《王阳明》 那我们讲到《王阳明》 《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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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点 这个人兴趣极其广泛 12岁的时候 他曾经和他的私塾先生之间有一场对话 那一场对话几乎就决定了 王阳明未来全部思想和生活道路的发展方向 那场什么对话 有一天他问他的先生 人为什么要念书 念书是为了什么 先生当然告诉他 读书就是为了要做官 最好是像你的父亲那样 重状元 因为他的父亲是状元 读书重状元 是人生头等大师 王阳明当时想了想说 不对 读书做状元大概不能算是头等大师 那么先生问他 那你认为是头等大师是什么 他说应该是 读书做圣人还差不多可以算是头等大师 这一场对话 同样的 我必须说的是 历史留给我们的记载非常简短 就这么一点点 但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对话当中 我们所可以看到的是两个字 两个字 那就是王阳明后来特别强调的两个字 历史 我们可以说 差不多从12岁的时候开始 王阳明就已经立下了读书做圣人的志向 讲到这个历史这个事情 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因为听多了 我们从小就讲 小的时候爸爸妈妈讲 到幼儿园以后老师讲 到进小学中学老师讲 对不对 讲多了恐怕我们也很难领会他的意 王阳明的确也讲过这些 他在农场悟道之后 给当地的农场 在农场的弟子们讲学 讲的第一个意思就是立志 我想那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种总结 人如果没有自现 他就会像是在 我的一个说法是 如果没有自现 人生就好比是一只没有舵的航船 在海面上漂浮着 我们很难靠岸 我们也无法 也不知道会实现何方 而自现之确立 就为我们的人生目标 奠定了一个基础 或者说确定了一个坐标系 我们可以在这个坐标系当中 明确自己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在什么地方 志向很重要 王阳明从12岁开始立志做圣人 他此后基本上就一直沿着 他给自己所确定的这一个目标 不断地摸索着探索着 往这个方向靠拢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观点 人永远在成为他自己所期盼的样子 我们会用一生 用一生的生活经验 用一生的生活来验证我们自我 所立下的那个志向 12岁之后 我们刚刚提到他15岁的情况 他去考察变观 他为什么要考察变观 因为在他看起来 要做圣人 怎么能没有点本事呢 圣人要有水平 对不对 本事要好 你不能说是外敌入侵了 然后我作为一个圣人 我怎么那么有力量去抵御外武呢 所以他去到边关骑射 骑马射箭等等 这个事 原本就是在他圣人自现的主导之下 所发生的一个行为 那么15岁之后 在此后的 一直到他重静世之前 他重静世是在28岁 在15岁到28岁 这个整个过程之中 他做过一些什么事 我们点一下 他不仅仅骑马射箭而已 他研究兵法 他几乎把历史所流传下来 到他那个时候 他所有可以找得到的兵书 全部研究过 细致地研究过 不仅仅是研究过 而且用他所可能的办法去实践 比如我们通常说只善谈兵 他也谈兵 但是他不是只善谈兵 他一边跟你谈 他一边用这些瓜子 什么花生 核桃 给你摆正 他一边谈一边摆 他中静世之后 实际上没啥 朝廷并没有给他什么重要的职务 让他去建造一个威宁伯的王约的坟墓 你想这不算个什么菜式 无非就是官政公布 那就实习吧 用现在的话说 但是他到了那里 因为要赶工期 他能够有办法 把他用军事管理的办法 去管理那些农民工 建造坟墓那些民工 用军事管理的办法去管理 给他们分成一个小队 协同作战 协同统一行动 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他们操演什么拔正途 所以王延民这个人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这是他干过的一个方面的工作 就是对于军事的兴趣 对于兵书的研读 第二件事 当时从思想界的情况 毕竟在他那个时代 读书人是要念书的 念什么书 当然念朱熹这些书 科举考试 重要参考书 标准答案都在里头 当然要读 但他读啊读啊读啊 他发现他读出问题来 他发现朱熹讲的很多观点 可能有问题 他怎么会发现他有问题的呢 举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朱熹特别强调格武之之 当然关于格武之之怎么回事 我们接下去会说到的 然后他在讲 朱夫子既然告诉我们 一草一木 皆有治理 那么我们也去格格这个格物格格看 一格格出毛病来 格吐血了 所以他觉得有问题 所以他对朱熹的学说觉得有毛病 不是理论 是实践 他是从生活的经验上 是他自己的实践上感觉到 朱熹这个东西有问题 那么既然如此 那怎么办呢 他除了读朱熹的书之外 同时也去研究了大量的佛教的经典 研究大量的道教的经典 他不仅仅如此 他不仅仅是研究而已 他实践 比如说道教这个东西 道教是要修炼的 对不对 他也修炼 而且他能够修炼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他能够可以修炼到很厉害的程度 可以预知未来 史料有那么一说 举个例子来讲 就有一天 那个时候是 那个时候是 他已经在绍兴待着了 在阎明洞待着 有一天他突然的 跟他旁边的两个随从讲 他说你赶紧下山去 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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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 三个人 他现在正在上山来 现在走到什么什么什么地方 他那两个随从觉得很奇怪 你在这里怎么会知道 但老师吩咐了 他又不好意思不去 然后就 某某蹭蹭地往山下走 还裹不起来 走到半山 就看到那三个人上山来 王雅明年谱里头有这么个记载 他对佛教的研究到什么程度呢 给大家也举一个例子 有一年他在西湖掩蔽 然后虎袍寺里头有一老和尚 这个和尚是一直在闭关 说是在那里闭关 三年了都没有出来 王雅明很奇怪 怎么能够在那里闭关 闭那么长时间 然后去跟他有一场对话 因为那个和尚是眼睛闭着 嘴巴闭着 然后王雅明见到他就大喝一声 这个和尚眼睛一天到晚睁着 眼睛睁着看什么 嘴巴一天咕噜咕噜说着说什么 请注意这是很典型的长家风格 我想说 因为和尚在那里打坐 眼睛是闭着的 嘴巴是闭着的 王雅明说他是眼睛睁着看什么 嘴巴说着说什么 是和尚一惊 马上睁开眼睛 然后王雅明跟他有一段对话 这一段对话 对王雅明的思想的改变是有作用的 这个对话的大意是这样子 问他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人 他说有老母亲在 他说你想念不想念 他是不能不想 好 王雅明就跟他讲 我们对父母亲的思念 对父母亲的这样子一种感情 那是从小娃娃的时候开始就培养起来的 不是说想断就断得了的 这是人之本心 人之本情 一段话一讲 第二天把他和尚给讲回家去了 我们从这一段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王雅明对常宗的这一些东西 对佛学的精髓是心灵神会的 并且能够运用自如 只是举个例子来讲 表明他不论是在道教的修演上 还是在佛学的修演上 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但是他感到有问题 像所有这一些事情 他后来有个反思 后悔 觉得自己泛滥于慈章也好 出入于老师也好 好像都是耽误了生命了 当然那是杨明自己的一种反思 那个我们后来再说 在杨明的整个思想当中 真正发生重要转折作用的 从思想的意义上面来说 应该说是他34岁的那一年 34岁 34岁这一年很重要 34岁这一年他有两件事 一个事情他从思想上面来 他遇到一个朋友 名字叫做张若水 他是广东真诚人 他和张若水结成的朋友 在金师结成朋友以后 共同以发明圣学为己任 这个对他思想的转折 或者说最终的转变 是起到一种助缘的作用 接下来我会特别就这一点 做出说明 从他个人的生活世界上面来讲 也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 郑德元年 他由于上书得罪了刘景 最后被变族到 被发配到或者说贵作农场 去做农场的议程 这件事情是他生活上面的一个转折 那么王阳明在郑德元年 到达贵州农场 从他思想上面来说 这同样是一个转折 因为他在这里实现了思想的飞跃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所谓农场误导 这个农场误导究竟怎么回事情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农场那个地方太艰苦了 生活非常的困难 他到了那个地方 语言不同 因为当地是苗族群众 苗族语言不同 刚到农场那个地方 生活实在是太糟糕了 他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甚至居住的地方也没有 吃的东西也成了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一个人大概只有当他处于这种特别的困难之中 尤其是当生存本身成为一个最为重大的问题 生命实时面临着死亡之挑战的情况之下 不断地逼 不断地逼 王阳明当时被逼到什么程度 他给自己做一个石锅 实际上就是石头的棺材 躺在里头去想死亡是怎么回事 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 人处于那样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当中 不断地逼逼逼 反而就突然造成了他一种生命境界的转进 实现了生命境界的升华 所以农场物道 在他的生活史上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从思想上面来说 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在这里直接拐了一个弯 他的思想的发展 农场物道之后 他明确地领会到 朱熹的思想 和他自己所领会到的 关于圣人的真理 是不同的 他从此也就开始了 他自己思想的建设和发展 也说农场物道 也就是说 是他和朱熹的思想 真正开始分道扬镳的一个起点 四十五岁到五十岁这一段时间 那应该是他生活当中 所谓的建功立业 最为重要的事情 那他基本上是在江西这一段时间 基本上在江西 他在江西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他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 平定了湖广江西福建广东 四省边界区域大量的扣道 他在两年多的时间 连续发起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把当时在四省边区地方 实际上都是茫茫大山 茫茫大山里头 这些都扣道 这个我要先说明一下 过去有一些说法 我们过去讲的这个 有个说法是说 王阳明在那里镇压农民起义 镇压农民起义 一向来是这么说的 那我们觉得呢 至少我个人觉得 在当时的江西湖广等等这些地方 还不能算是农民起义 因为农民起义 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 一方面是规模是相对大的 它是有统一的领导的 并且是以推翻封建皇帝的统治 为政治目的的 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起来 在江西等等四省边区地方的这些地方 基本上是山头 就是土匪 大致属于这一类情况 那么这些情况呢 当然成分也比较复杂 他们也会有的也会除了打架劫舍之外 有时候也会去攻打某个县城 也有类似的情况 也有类似的情况 但整体上面来说 还不能把它一概地归结为农民起义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个人的观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王阳明在这个军事的他的军事才能 在这个两年多的时间当中 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并且不断地升华和提炼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他的这个生平世界上 这也是不断被后人真正所称道的事情 就是他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之下 拼定了宁王朱成豪的谋反 这对王阳明来说 那是一个很突然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当时他的这个办公的地方是在赣州 所以他从赣州往前过南昌到福建去 走到南昌外围在封城这个地方 走到封城县 突然听说宁王朱成豪谋反的 而且宁王谋反他是有预谋的 他这个谋反也不是说是怎么 他首先使这个江西各地的政治陷于瘫痪 他把各个县各个府公商全部收掉了 硬性就是公商政府公商全部给收漏起来了 政府陷入瘫痪 所以王阳明当时知道这个情况是极其突然的 但是他能够方寸不乱 能够当机立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他沿这个干江树流而上 跑到吉安 连夜跑到吉安 把军队救急起来 用阳明自己的说法是 用一万多名乌合之众 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头 平定明王朱成好十万精锐之师 这个仅仅从军事的意义上面来说 那也是一小胜多的一个著名战力 但是这件事情很坦率地讲 不论是在江西的剿匪也好 还是在平定朱成好谋反也好 这些军事活动并没有给王阳明带来荣誉 他所获得的反而是各种各样的诬陷和诽谤 他在此后的整个过程当中 正是在平定朱成好谋反事件之后 他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诬陷诽谤 使他自己蒙受各种各样的不白之缘 促使他的思想再一次发生飞跃 使他创立了良知学说 所以良知学说的创立 或者说郑德十五年 平定朱成好事件之后 良知学说的提出 标志着王阳明思想的完成 他作为一个思想体系 到这个时候开始完成 那么他的晚年 接下去有几年 朝廷等于是把他闲置着的 他没什么太多的事 但是他一天都没让自己闲着 干什么 讲学 所以他的学生是遍布各个地方 浙江 安徽 江西等等各个地方 遍布各个地方 那么阳明的思想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传播了 王阳明五十岁之后 是他思想成熟的事情 同时也是阳明的思想 开始不断地扩大影响传播的事情 一直到嘉靖六年 他五十六岁了 朝廷最后让他到广西去处理少数民族事务 当时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算大的一个小事件 但是由于当时的朝廷官员处理不当 事情越来越大 王阳明去了以后 了解了实际情况以后 和平处理 尊重当地的少数民族封锁 和平处理了所谓的私恩填州事务 接着他发起了对于八寨和断腾侠的围剿 这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武装所格据的地方 八寨断腾侠之战使他的身体变得更糟 所以他实际上还没有来得及回到浙江 回到老家 当船经过大鱼岭到达江西南安的时候 他在一条船上去世 终年57岁 他的一辈子生活很 应该说是寿命很短 并不长 57岁 很短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 的确是至少对我个人来说 我是非常赶佩的 一个人在那么并不长久的一生当中 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 不容易 按照通常的做法 我们要对王阳明的生平 比如说做一个阶段的划分 我想是这样子 从思想发展的意义上面来说 我们可以把他34岁之前 划一个阶段 这一个阶段 是他确立圣人自相 并且为向着这个圣人自相 不断地摸索 不断地探索 而最终终于确立了 圣学之整体规模的时代 一个时期 34岁之前我们可以把它 划作为整个当作是一个阶段 那么从35岁 一直到50岁 那就是他自己的思想 不断地形成 不断完善 最后以良知说的提出为标志 就是他的思想的形成和完善的事情 50岁一直到57岁去世 这个过程的实际上他在进一步完善 在他自己思想的同时 他的思想在传播的事情 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从他的这个生平事迹来讲 但是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件事情 我们关键的问题是 我们怎么来评价 汪牙明34岁之前的那么多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说的骑士 任侠什么等等 出入于佛老等等这件事情 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 对关于王阳明的评价 最早的提出者是张若水 因为张若王阳明去世之后 王阳明的墓志明 是张若水写的 张若水在王阳明的墓志明里头 就提出这个观点 所谓的五逆之说 就是讲王阳明 在真正确立圣学之前 有五逆 逆是那个逆水的那个逆 那就是层面于五个方面 层面的意思了 层面于五个方面 这五个方面都毫无疑问 都是误入其头的 哪五逆呢 张先生的观点是 首先是逆于任侠 第二呢 逆于骑士 第三呢 逆于词章 就是做文章 文词 王阳明的文章写得很好 诗歌写得很好 逆于词章 四呢 逆于神仙 五呢 逆于佛式 就是这个五个方面 洪志十八年 会张若随于经思 然后呢 是归正于圣学 这个观点提出以后呢 我们后代的研究者 很多人也在不断地 重复着这个观点 这个说法 但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我们把杨明 王阳明 看作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的整个思想 他的整个生活是完整的 那么我想 在他三十四岁之前 或者说三十五岁之前的 全部这些活动 把他用这么样 好像是就是误入歧途的 我觉得恐怕这个评价 是有问题的 是很有问题的 我们讲过 他十二岁开始立志做圣人 十二岁到三十四岁 或者说三十五岁 在这个过程当中 二十多年的过程当中 他实际上 不论是任侠也好 不论是骑射也好 还是不论是佛寺也好 还是神仙也好 在王阳明那里 实际上都被看作是 求取圣人之道的路边风景 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这个 他最后到达了那个圣 找到了那个圣学的 根本的途径 到达了那个门径 但是到的那个 这是他过程当中所经过的 更何况如果我们整合他的整个生活 事迹来考虑 如果没有他的所谓的任侠或者说是骑射 也就是说他对于兵法的细致研究 他有可能在他未来建立那么伟大的军事攻击吗 如果他没有对于佛教 对于道教的深入的研究 他能够真正领会到圣人之学 心学也 这个心学和佛教道教的区别在哪里吗 他理论上有可能做出那么一种充分的整合吗 所以在这个意思上面来说 我们宁可把他三十四岁之前 他所有出入于世老也好 骑侠任侠骑射也好等等 所以是把他看作是为寻求圣人之道 而经过的艰难曲折 正应有容许的艰难曲折 才为他思想的整合 确立了不同的理论四域 使他可以整合的不同的思想成分 最后才有可能使他完成关于心学的建设 下面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提问 你好 董老师 我想问一下 您刚刚提到了王阳明 他溺于任侠 还有溺于骑射等等 他的这些生活经历 造成了他能够摆脱珠希的理学 然后去创立自己的心学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 对于我们现代的现代人而言 或者比方说在座的学生而言 是不是也应该考虑 就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 然后去看看能不能对自己的学术和理论 有什么帮助 谢谢你 谢谢你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刚才提到过这个事情 就是用溺这个词肯定是不好的 用这个词肯定是包含着一种批评的意思在里头 所以张若水先生当时写王阳明的墓志明 用武力之说 实际上就已经在包含着对于阳明 34岁之前生活的批评 包含着一个很清晰的批评的倾向 或者说态度在里头的 像这位同学刚刚讲的一样 我觉得很对 一个人生活经验的丰富 特别像王阳明这样 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如果说他没有对于兵法的研究 他后来不可能有军事攻击的建立 那同样如果他不是那个泛滥 这个所谓出狱于老师 泛滥于慈章等等这些 不同的知识经验 不同的思想经验 如果没有这些不同的经验的话 跳出珠希思想之房里 而躲屁思想之星天 那就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在今天也一样 我不是鼓励大家 我们今天也要来个任侠 也要来个骑士 没有必要 当然同志们愿意去当兵是很好的 体验一下不同的军营 这个跟我们宿在不同的军营生活 那一点都没有关系 我很主张 但是有一点是认真的简直 我们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往往就是很愿意把自己局限在某一方面 比如说我是学工的 我是学理的 我是学什么的 这个不是太好 按照我的观点 就是年轻人的 特别是在大学这个求学的时代 要尽力的脱破自己的专业壁垒 要广泛的去接触不同的知识 因为只有这种广泛的接触 才有可能真正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 不仅仅是我们的知识可以随之而丰富 也很有可能为我们未来的生活 打下真正的基础 不论是从研究的意义来说 还是其他意义来讲 突破思想繁离 把我们的这个心啊 长得大大的 我觉得这很好 我也非常鼓励 我的同学们 这么样子去做 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知识 不要把自己 局限在一个小小的这个领域里面 因为你局限在一个小小里面 在你像那个庄子讲的一样 你如果是坐在井里头观天 那天就那么一点大 如果你跳出那个井了 你再来观天天就那么大 那叫做境界不通 他的这个心学思想 从整体上面来说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 从整体上大概是有三大类命题 所构成的 第一类 第一个命题 是心及理 第二个命题 是知情合一 第三个命题 是良知 和治良知 关于 这些个观点之间 这些个观点 它究竟说什么 或者说 这些观点之间 还会给我们显现出 一种什么样的深邃的思想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